一路確定 請議事人員先讀今日的議程 邀請行政院主席總處朱子記長哲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公主任委員明星 及交通柏林部長佳龍 就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三起特別預算案 有關軌道建設預算規劃情形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先讀完畢 好 那我想再 這個 我們就 先介紹我們今天 與會的 所有列席官員以及我們所有委員同仁 第一位吳秉瑞委員 第二位惠宏泰委員 那我想再介紹 這個 所有在場的行政官員以前 先跟大會報告 因為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 他今天早上九點半 他有一個第一屆的這個 科技 這個產業論壇 他說他大概去製個詞 我要他九點四十以前 一定要趕到 那 因為這是第一屆 那 這個本席是同意他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一些報告 所以說大概 時間是 差不了多少 那 我們現在來介紹今天與會的 呃 官員 那這個行政院主計總處 朱竹記長 還有公務預算處的 呃 張維銘張處長 還有國發會 呃 主任委員 龔明星 龔主委 還有 呃 這個 國土區域里島 發展處的處長 呃 呃 黃文彥黃參士 還有林中榮林專門委員 還有 交通部 呃 這個部長 呃 呃 那次長有沒有來 次長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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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一定要部長 九點四十以前 一定要到 齁 那 還有陸政司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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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處處的張姓一張處長 呃 鐵道局 呃 胡香玲胡局長 還有 台灣鐵路管理局 主任秘書 袁文忠 袁竹蜜 還有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處 隔音工程局 竹蜜 王偉王竹蜜 還有鐵道局的局長胡香玲有 剛剛有介紹 嘿 還有那個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總工程師 呃 這個 鄭志明 鄭總工程師 還有 呃 這個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總工程師 張 俊雄 張總工程師 還有 新竹市政府 呃 這個都市發展處的副處長 許智瑞 許副處長 還有 台中市政府公共運輸 及捷運工程處的 張 應當 張處長 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喔 台南 捷運工程處的 呂蔣惠 呂處長 還有高雄 捷運工程局的總工程師 是張佑仁 張總工程師 好 我想 以上官員齁 那 的介紹 那接下來啊 這個 我們來安排 我們今天 由主計總處 呃 國發會以及交通部啊 就 中央政府 前瞻 基礎建設 計畫的第三期 特別預算案 有關軌道 呃 建設預算 規劃情形 提出 專題報告 我們首先由行政院 主計總處 朱澤民 朱主計長 來進行專題的報告 來 朱主計長 來 朱主計長 提出專題報告 請檢要說明之下 以第一期 及第二期 特別預算 軌道建設計畫 編列 成 編列及執行情形 第一期 特別預算 軌道建設 共編列三十六項計畫 三十六項計畫 計一千六百六十一元 截至一零九年八月底 以執行一百六十三億元 第二期 特別預算 共編列三十五項計畫 計四百一十六億元 以交通部截至一百零九年八月底是執行管制考核資料 累計分配數是兩百八十六億元 執行數是兩百六十四億元 計畫經費的執行率是百分之九十二 第二交通部為加速重大軌道建設推動 已將相關計畫 內入該部重大工程督導會會報委員會議列管 按月接種期計畫及進度 以及里程 以立執行情形 第二第三期特別預算 軌道建設計畫編列情形 前三建設計畫第三期特別預算 共編列三十五項計畫 計四百零億元 其中 高鐵台鐵連接乘網編列0.1億元 續辦以高鐵彰化站與台鐵轉乘接駁計畫手續經費 第二個是台鐵升級及改善東部服務 編列九十八點九億元 主要包括台鐵南圍鐵路 台東潮州段電計畫工程建設 台鐵電路智慧化提升 以及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等 計畫經費 第三是鐵路立體化及通勤體育數 編列107.7億元 主要是包括嘉義市區 鐵路高橋化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及台鐵都會區 捷運化桃園段 地下化等計畫經費 第四是都市 推動捷運編列172.3億元 主要包括桃園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 航空城捷運線 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環段線 環段線 北環段及南環段 以及安康線 輕軌運輸系統等計畫經費 第五是東南部觀光鐵路 編列19.6億元 主要包括阿里山林業鐵路 受施及設備安全提升 台鐵壽標 台鐵局局支線基礎 受施改善計畫等 第六是 另軌道計畫作業計畫 作業會 編列3.6億元系 辦理台南市先進運輸系統 南線綠線紅線 以及高鐵延伸屏東北宜鐵路提升工程計畫 含替代方向高鐵延伸線等規劃作業 有關於這個東央政府裁員規劃的說明 依全單基礎建設條例 第七條規定 全單基礎建設計畫手續經費來源 得以舉借債務方式辦理 請每年度舉借債務這額度 不適合公共債務法 第五條第七項規定是限制 又本期特別預算稅資計畫編列2300億元 手續裁員 依上開特別條例規定 全市以債務致應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竹竹記長 那接下來我們來請 這個國化會的 孔明星孔主委 來進行專題報告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那非常感謝 各位委員會 今天安排就 中央政府前瞻 基礎建設 第三期特別預算 按有關於軌道建設 預算的規劃情形 專題報告 以下請就本會配合行政院推動 該特別預算 軌道建設的報告如下 敬請指教 那首先是 依據前瞻基礎建設的特別條例的規定 那本會 那本會 依據前瞻基礎建設的特別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繼續籌編 前瞻基礎建設的計畫的第三期特別預算 並業已經過大院 在今年的七月二號 三讀通過 那連同前四年未編組的這個九百億 得再續編總共五千一百億元 那原行政院接續辦理後續年度的特別預算 編列的事宜 第二個有關於軌道建設的這個編列的行程 那前瞻軌道的建設第一個四年 那共編列了五百八十二億元 那第二個四年 預計編列一千三百二十一億元 總共一千九百零三億元 那籌編的原則是如下 第一個 那原列在軌道建設的計畫呢 均會持續的推動 就是原來在1.0的規劃裡面 我們會持續來追推動 那前瞻軌道的建設第一個四年呢 執行的軌道總共有三十八項 那另外在這個期間 也就是在第一期我們編的是三十 人來的部分 那滾動檢討以後 會加入的這個台北 捷運的這個環狀線裡面的 北環跟南環 還有萬大中和樹林的第二期 還有阿里山的鐵道的一些安全設施的提升 滾動檢討有加入的這三項 所以合計來講的話 第一個四年大概總共有四十一項 那這些項目基本上都已經列到我們前瞻軌道的項目 那但是在第三期裡面 因為有一些項目它已經完工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再籌編 那另外還有一些事實上 需要整個配合區域整體這個網路的上的一些規劃 所以我們第三期就沒有籌編 但是有可能它如果結合完成 我們在第四期第五期還會籌編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另外一個原則就是說 那麼假如說預計我們可以在這四年當中可以完工的計畫 那我們經費會把它編組 那軌道建設裡面 預計大概一百一十四年可以完工的這個軌道建設 大概總共有八項 那包括了這個台鐵的南圍鐵路的這個台東跟潮州電器化的這個建設 然後還有台鐵的電物智慧化的提升計畫 還有軌道技術研究跟這個驗證中心的這個計畫 還有台北捷運的三陰線 還有安坑的輕軌 還有高雄捷運的鋼山路逐延伸的第一個階段的這個計畫 還有阿里山鐵路的42號的這個隧道的計畫 還有阿里山的林業鐵路這個設備安全提升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 這幾個八個計畫基本上我們都估計 他在一百一十四年都可以完工 所以這個經費我們就會把它編組 那第三個就是說 那有一些薪金的計畫 我們知道地方政府跟交通部還是有 地方上的一些軌道上的一些需求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納入我們的這個前瞻的預算 但是呢我們還是會利用這個一般的年度的一般的公共建設計畫 把它納進去 所以說只要地方有需求也有急迫性 還有必要性的話 那只要政府來支持我們共同來做一些努力 那第三個就是前瞻的第三期的軌道 有關於這個辦理的項目的部分 那經過我們前面的這個原則 而且參考了整個各計畫的工程進度 那除了部分要配合可行性的研究還有綜合規劃的期程之外 可能有一些是要編在第四期 那不編在第三期 那總共來講第三期的編列情況 就是有以下大概總共有32個項目 那這32個項目 剛才主席長大致上有唸了一下 我想這個部分就請各位委員參考 那第四個部分就是前瞻的軌道建設 我們是基本上是依進度來滾動檢討它的調整 那前瞻的這個軌道建設 大概第三期我們總共編了402億 其中當然交通部比較多是388億.6億 然後也大概是3.4億 那鑑於整個軌道建設的工程 它的經費非常龐大 前置作業也必須經過可行性研究 環境影響評估還有綜合規劃 比較嚴謹的程序 那部分的計畫的規劃作業 有時候會因為地方的意見協調等等的因素 導致這個規劃的時間拉長了 那另外呢 軌道建設的這個建設期間也比較長 那計畫核定以後還要需要工程上的細部設計 還有用地上的取得 那才可以開始進行工程上的一些施作 那如果再加上施作工程上比較困難的情況下 又因為常常有民眾的抗爭 需要一些協調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有時候整個工期來講 可能要達到7年到10年 甚至於更長的時間 所以它付款的這個高峰期 通常會落在整個施工期的這個中段跟尾段的部分 所以有些的部分的計畫 雖然有時候經過了一些核定 它還沒有進入到 這4年當中它沒有辦法進入這個高峰期 所以我們是按照整個工程的進度 核實來編列它的經費等等一些情況 那第五個就是說 政府基本上它是支持軌道建設 要核實的檢討跟持續的推動 那前瞻的軌道建設是提升公共運輸 減輕這個道路的擁塞 改善都市跟城際的交通 而且可以帶動觀光相關的一些政策 那行政院對於各縣市推動中的這個軌道建設 基本上來講的話 態度上我們都是支持的 但是由於軌道建設經費實在是太龐大 期程比較冗長 而且部分尚在進行規劃作業當中 並不是所有都可以拿到前瞻的特別預算 那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行政院核定的一些計劃 我們都會按照實際的進度 核實編列預算 所以這些預算呢 不管是編在前瞻預算裡面 或者是年度的工建預算裡面 我們都會如實來做編列 我想大家不用去擔心說 這個預算來源因為不同而有所影響 各分項的工程應該在施工的期間裡面 努力排除施工的障礙 如期完工 才能提供國人優質的公共運輸的一些環境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會按照這個工程的進度 來核實編列 如果這個進度比較快 我們就會編得比較快一點 如果真的是比較困難 那我們就會往後來如實編列 以上說明 報告盡情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廣主委 來接下來我們請交通部 這個郵次長 來做專題報告 對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現在我就代表交通部 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三期特別預算案 有關軌道建設 向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那首先呢 我就將報告這個有關前瞻計畫第三期特別預算 編列的一個情形來做以下的一個報告 第一個呢是本部主管的前瞻軌道建設呢 這個本次呢編列的是第三期 騎乘是從110年到111年底 特別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388億5596萬1千元 主要呢是延續前瞻第一期跟第二期的計畫的一個續編 除了這個東港的觀光鐵道呢 是恐怕要是未來的一個情勢跟經濟的發展 滾動檢討在於啟動外 那其實呢是沒有刪減原規劃的一個計畫項目 而且在這滾動檢討中呢又新增了 台北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縣的第二期 及台北捷運的南北環的兩項的一個計畫 那第三期的這個特別預算 大家比較關心相關經費編列的情形 特別預算呢其實是依個案的建設進度 與執行能量來滾動檢討 然後我們來核實編列相關的預算 剛才主機長或主委大概都有說明 那經費呢雖然是較106年的行政院核定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減少 那其實呢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部分的項目的規劃的實程較長 那工程的經費的需求呢它恐怕會向後來推延 那這裡頭其中包括了高雄捷運的黃線 台中捷運的藍線 還有大台中地區的山海線的一個雙軌高架化的一個建置 跟台中捷運的綠線延伸到大坑及彰化等 這是屬於計畫恐怕稍微延後工程的需求 沒有那麼快恐怕延後一點 那另外呢是有關相關的一個計畫 它還沒有尚未進入所謂的付款的高峰期 而這裡頭包含了桃園鐵路的地下化 跟嘉義市區的鐵路高架化 所以這都會造成相關的經費向後來遞延 那以下呢我就跟大家稍微簡短的報告 第三期軌道建設計畫的相關的一個計畫的內容 首先報告的是高鐵彰化站與台鐵轉成的接駁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是為了要擴大高鐵彰化站與台鐵轉成的服務 來提升車站連外的交通的便利性 所辦理的 第三期總共編列了五百萬元 那接下來是報告台鐵電路智慧化的一個計畫 那第三期呢總共編列的特別預算 大概是三十四億四千九百萬元 辦理的主要的項目是辦理的耗製連鎖系統的更新 自動化列車與平礁道的防護設備的一個更新 等等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工程 那第三個呢報告的是台北都會區的大眾捷運系統的三陰線 相關的一個計畫 那三陰線的計畫呢第三期呢總共編列了十二億兩千三百萬元 主要是辦理統包的工程的一個細部設計 還有相關的管線的遷移基礎工程專案管理等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工項 那第四個要報告的是淡海輕軌的運輸系統 它是為了串連淡水地區的觀光景點 來解決淡海新市鎮連外的相關一個交通的問題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兩億一千三百九十萬元 那目前呢會辦理細設或工程監造專案 或獨立驗證認證等工項 那第五個是有關安坑縣的輕軌計畫 它最主要是為了提高新店跟安坑就有市區的大眾運輸系統的一個需求 來提供民眾的便利的交通 所以辦理從二八子職務員到新店十四張地區的一個路線的一個計畫 那第三期呢總共編列了十四億元 目前正在辦理細部設計 還有土建的工程師做工程監造專案管理 或者獨立認證等事項 那第六個是有關桃園航空城的捷運計畫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八十六億一千九百萬元 目前是在辦理也是大致上相同內容 辦理相關的細設土建 還有工程監造專案管理和獨立驗證認證等事項 那第七個是有關高雄岡山路足延伸線的第一階段的一個計畫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三億一千兩百萬元 是辦理細部設計軌道橋樑跟車站工程等土建工程的一個師做 第八個是還是高雄岡山路足延伸線的第二階段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五億元 辦理的相關細部設計及工程師做等 那第九個是來到了桃園 是有關桃園航空城的一個捷運有關綠線 延伸至中立的相關的一個計畫 那最主要是辦理桃園市捷運路網 希望能夠串連桃園中立航空城跟巴德等重要的一個都心 所以辦理了桃園捷運綠線G01站往西延伸的一個工程 那第三期編列特別預算兩千萬元 所以主要是辦理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 那第十個是有關新竹的輕軌的紅線 那第三期是編列一億元來辦理相關的工程的設計 接下來來到台中 是有關台中捷運的藍線 那今年是編列第三期的特別預算是編列了三億元來辦理基本的一個設計 然後第十項是台北的環狀的北環跟南環 那其實它是為了銜接環狀線的第一階段的路線 它希望能夠串連台北都會區既有輻射捷運的六條路線 來達到捷運之間相互轉成便利的一個系統 所以來辦理南北環的捷運路網的一個建制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二十八億九千九百五十萬元 那辦理的是細部設計跟土木跟基電相關的一個工程 那第三個是 第三項是台北都會區的萬大中和樹林線的第二期的一個工程 那總共編列了第三期 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十一億元三千兩百七十萬元 目前正在辦理系設跟江湖的工程施作 那接著是台中積極支線的一個基礎設施的一個改善的一個計劃 它最主要是希望能夠串連高鐵彰化站到積極支線的營運的動線 來提升積極支線的整體服務效能 那第三期編列了六億一千三百五十六萬一千元 那辦理積極支線沿線的用地的取得 那圍離排水的施作 那邊坡的穩固等等的相關的一個工程 那第十五項是台南南迴鐵路 台東潮州段的電氣化的相關的一個計劃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四十七億兩千三百萬元 它最主要是要辦理潮州車站到仿寮車站 跟仿寮車站在台東新站間的沿線的鐵路的相關的一個改善工程 那接下來到了花東 第十六項是有關花東地區的鐵路雙軌的電氣化的一個計劃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六億八千七百四十萬元 那最主要是辦理細部設計跟用地取得及工程施作等 那第十七項是有關新設的鐵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的一個計劃 最主要是這個計劃是希望規劃成立專門的研究 這個鐵道的驗證機構 那集合這個技術的專業人力協助提升國內軌道運輸的安全與技術 那第三期總共編列特別預算是十億兩千九百萬元辦理的新建 有關這個中心有關的整體的工程的設計師作跟儀器的採購等 那第十八項是台南市鐵路地下化的一個計劃 那第三期總共編列了三十五億九千五百萬元 主要是辦理細部設計及用地取得等等的一個工程 而第十九項是台一鐵都會區捷運化的有關桃園路段的地下化的工程 那改建現有桃園中立內立為地下車站 並新增了五座通勤站 來消滅有關平交道所造成的相關的一個交通的衝擊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十億四千兩百八十萬元 辦理了相關的細部設計用地取得跟工程師作的 而接下來到嘉義是有關嘉義市區的鐵路高價化的一個計劃 那第三期編列了五十五億七千七百三十萬元 而目前正在辦理細部設計用地取得還有機電 而軌道及建造等管理的一個事項 而第二十一項是有關新竹市的大車站的一個計劃 那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五億五千萬元 那辦理的細部設計及工程師作等 那二十二項是有關機場捷運增設機場 就是第三航下的A14站的一個計劃 那目前第三期總共編列了四億一千萬元 辦理的有關基礎設計師作跟系統基電鋪軌等工程 那二十三項是有關基隆到南港間的通勤軌道的建設計劃 第三期的特別預算總共編列了一億兩千一百一十萬元 目前正在辦理基本設計 第二十四項是有關七 目前正在台灣地區相關各縣市辦理的七項的一個規劃設計 這其中包含了高鐵延伸屏東的一個規劃的一個作業 北宜鐵路提速的工程計劃 然後台南鐵路立體化延伸到永康的一個計劃 然後大台中地區山海線鐵路雙軌高架化的一個計劃 還有新竹大車彈計劃的一個規劃 台中捷運綠線的延伸 就是延伸到大坑跟彰化的一個規劃的一個作業 還有台南市先進運輸系統有關藍線綠線紅線的規劃作業等的規劃 相關的作業費用總共計三億五千八百三十萬元 接下來第三個部分來跟大會來報告 有關為了要加速推動前瞻軌道建設計劃 本部的相關的具體做法 目前到目前為止本部主管的前瞻軌道建設計劃 相關預算的執行行行來跟大會來做一個報告 有關第一期的特別預算 我們總共編列了164億9957萬8千元 截至今年的8月底止 累計分配數來到了164億9957萬8千元 那執行數來到了162億341萬5千元 執行率是達98.19個person 那第二期的特別預算 截至到109年的8月底 總共累計分配數是283億668萬6千元 那執行數是261億4千1萬3千元 執行率是來到了92.35個person 那為了加速相關的一個軌道計劃的一個推動 來提升國內的經濟的一個景氣 那本部呢將透過下列幾個積極的作為 來提升各項計劃的一個執行能力 第一個呢是有關希望能夠強化來規劃設計的審議的機制 避免發包後呢再變更設計來延誤相關的一個公期 第二個呢是希望要求各計劃的主辦機關來盤點計劃的進度 加速發包開工 那本部每個月呢也都會有重大工程督導彙報的相關的會議 會來持續的檢討及監督 另外也會按計來滾動檢討 可加速執行的一個計劃及標案 如屬補助型的計劃必要使呢協調地方政府優先施作 那對於涉及環評水保都市計劃等 希望能夠提前審議 最主要的目的就希望來加速相關有關前瞻相關計設 相關計劃能夠加速來推動 那最後一項呢也是大家比較關心有關預算編列的情形 那後續呢前瞻特別預算呢 將持續呢是各項建設計劃的一個進度 還有所謂工程執行的一個能量來滾動檢討 何時編列預算來提升計劃的推動成效 至於未來與前瞻條例結束後呢 還有相關的經費的需求呢 我們就只回歸公務預算的編列 也會遵循的臨機預算的一個精神來滾動檢討執行 相關的執行進度 並排定相關的優先順序來加以執行 以上呢大概就是本部就有關前瞻第三期 有關軌道建設計劃編列跟執行的情形 做以上的報告盡情指教 謝謝 好謝謝 謝謝次長 我們現在開始這個做尋答 那我們尋答 我想以下宣告 每位委員我們秉承過去的慣例 就是八分鐘 必要是延長兩分鐘 那揮本委員會啊 就是五分鐘 然後 這個延長一分鐘 那今天 我想我們登記花園啦 就到 這個 十點為止 齁 那我們現在議順序 請第一位登記的委員 吳秉瑞吳委員來做尋答 主席麻煩請主記長 來 主記長 主主記長 委員早 主記長早齁 最近因為這個 國安肺炎的防疫 有 政府有編 特別預算 前瞻基礎建設 又特別預算 所以有人說 現在的政府是 有史以來舉載最多的政府 你認為這樣的講法 能夠通嗎 根據 根據那個 那個 審計部的審計資料 在馬政府時期啊 他八年的 那個 債務與有競爭啊 是 一兆 五千六百多多億元 平均每年大概是 一千九百五十億元 那目前啊 蔡政府上上台以後啊 他五年啊 就 競爭是 七千九百多多億元 平均每年是一千五百八十九億元 所以是 蔡政府比馬政府是比較 比較少 而且這個 這個 蔡政府的這個 109跟110啊 是 預算數字 那實際執行的時候啊 會 因為有工程捷運款 或其他原因啊 那個 款項會更低 那個 債務會比較 更少 所以說 並不是 舉債 以 金偶 以及那個 平均數 我都比馬政府時代低 而且馬政府時期啊 債務與有佔 GDP的比例啊 是 三十四點六 八年平均 八年平均 蔡政府五年平均啊 是 三十一點 所以是 這個比較基礎不一樣啊 我講 幾個不一樣 第一個 在馬政府八年的時間 有遇到像這個 武漢肺炎 這樣子 特殊嚴重的 這樣子重大的天然災害嗎 他有金融危機啦 金融危機不是天然災害啊 金融還像 第二個 第二個基礎是這樣 因為 隨著時間一直經過 我們國家的GDP 一直慢慢在成長 是的 所以我們那個舉債的空間 事實上是有跑出來 對 但是啊 我覺得特別不一樣 就是我要跟你提醒 就是說 從 107年跟108年 兩年的這個預算執行 不只沒有負債 還有成長還多拿出來還債 然後還有稅務 所以寄證於不是這樣嗎 是 107跟108 總預算加特預算 加特別預算 是它是有結餘的 是啊 107跟108 是因為 109 也有增加還款的金額 對 各種有利不利的條件 都要講出來 也沒有特別 要去掩護誰 就是想死的講 那 那 以今年來講 本席是支持要舉債的 為什麼 全世界因為武漢肺炎 全世界其他的 主要國家 他們的那個舉債的那個金額 比台灣不知道多多少 那台灣既要防疫 又要振興 這個對於國家的天然災害 當然需要花錢的時候 這個時候正要是花這個救命錢 然後也要花這個救經濟的錢 就好像當年921地震 當年的政府也編了非常多的 這個救災經費 還有 復原的這個 救災的這個新建經費 不是嗎 對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那個 經濟穩定 跟財政穩定之間 兩個之間 可能會有一個取手的問題 所以在做政策決定的時候 兩個就要如何讓它平衡 謝謝 我是覺得講事情要通盤講 我常常在講 我們今天如果去吃西餐 就第一道菜上來的是沙拉 就開始有人在那邊批評 欸這個 這麼差只有沙拉 第二道菜上來的是熱湯 第三道菜也是主菜 後面還有一些菜 最後才是 甜點水果嘛對不對 是一整套的 但是想要批評的人 都是只有拿一道 其中的一道菜出來講說 為什麼沒有前面沒有後面 今年台灣的情況特殊啊 要批評今年台灣舉債特別高的人 他要向國民說明 難道他不需要 政府舉傑來做這個救災嗎 做這個紓困嗎 做這個振興嗎 是不是一定有必要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 那個所謂的那個 這個為了 五萬會員的 這個紓困振興防治啊 我們花的經費相對於國家 其他國家是比較低 但是經濟成長表現是比較好的 是啦 但是至少也增加了 兩千多億以上的舉債嘛 對不對 所以 除非要批評說 今年舉債特別多人 要跟人家主張 要主張邏輯要一貫啊 你認為舉債太高 那是不是同一個時間 你認為這些特殊預算 來救災來防疫這些 是不需要的 另外一點 現在大家都在爭取 鐵道運輸的經費 那 前面又在反對前瞻 基礎建設的經費 不會覺得自己矛盾嗎 今年又有人講啊 說這一次的鐵道運 鐵道建設 軌道建設的經費特別少 是不是你把它挪去做其他地方 沒有沒有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他原來有規劃是38項 後來又增加3項 所以總共有4項 因為軌道建設 因為各種原因 像有些地方政府啊 為了那個路線的一個選擇的問題 或者是跟地方的協調問題啊 沒有辦法在原來規劃的 在其他地方的期程內啊 完成 所以啊 就會說 它的付款也會跟著延後 知道 所以啊 我們編列預算啊 也跟著地緣 並不是說計畫不做啊 把那個錢啊 挪用到其他地方去 知道 而是說 因為它計畫的啊 因為各種原因 計畫沒有辦法在工程的期限內啊 完整 所以付款也會跟著延後 那有付款延後啊 如果說 就編在這個期程啊 會有執行率的問題 所以 一毛錢的計畫也沒有刪 一毛錢的經費也沒有少 謝謝 好主席長你稍微等一下 我們請交通部林部長 來 交通部林部長 本席齁 來自 新北市的新莊區齁 我們侯市長最近動作很大 他要爭取很多的這個 前瞻基礎建設 尤其軌道建設的經費 你可不可以說明蔡政府這五年來 對新北市的這個軌道建設 補助了多少 核定了多少錢 補助了多少錢啊 我舉一項一樣來嘛 安坑 安坑輕軌 對 補助了多少錢 不是只有在前瞻基礎建設喔 像 這個 萬大縣的二期 那個也不在 之前補助了好幾百億 也不在這個裡面啊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根據那個交通部的資料 中央對新 中央對地方的一個軌道建設的補助啊 有五百三十七億元 其中對新北市啊 有一百一十六億元 你這個主機長 你這個是前瞻基礎建設的 我在講的是 絕對不止啦齁 應該是有千億以上啦齁 對啦我第一個 我一點點要問你 已經把它加總就知道齁 請我要請部長 這個 三一 三一縣補助多少錢 新北市的部分 欸 我們同仁齁 三陰縣我們應該補助 呃 幾百億 嗯我看 好那萬大樹林縣的第二期補助多少錢 不要說第一期已經 做完了用掉了 第二期 從土城跟中 綜合的交界一直做到新莊的回龍 這個第二期補助了多少錢 那個也是都是兩三百億以上的 好那 比較小的安坑輕軌 我們的 北淡海輕軌 還有 細紙的輕軌 是 好 三陰縣補助186億 好 那我想這個三陰縣剛剛我們的數字是186億 齁 那安坑是將近40億 欸 那加總起來呢 我光這幾條 我有的還沒有算到 那其他 環狀縣呢環狀縣 又補助了多少 環狀縣的二期北環縣 又已經核定又補助多少 剛剛萬大這個 樹林縣也是有175億 然後環狀縣那更多了 331億 那環狀縣的北環的二期 我都去會看過啦 那個已經有 行政院院長已經答應要 要補助的金額有多少 對 喔那個更大 那個數字是非常 我記得是800多億 800多億 對 所以 不算這一項應該就有近千億 我跟妳說 現在很多縣市長都很聰明喔 立場上想為地方爭取預算 這是絕對合理的 而也是應該的 但是他爭取到他都不講 他沒有爭取到他 就一直拼命說 中央都是虧待地方啦 我講的不是分黨派喔 每一個縣市長幾乎都是這樣的心態 包括本黨執政也是這樣的心態 補助給他的不算 所以交通部有一個義務要講清楚 你總共補助了哪一些錢 不要讓他這樣講出來 好像 讓地方的市民都覺得說 哇 中央就是虧待我們啊 是 如果以剛剛委員 質詢的就是說 以既定的啦 已經在進行中就有 將近千億啦 如果再加上環狀線那更是接近 但是現在又來囉 他現在泰山巴黎的輕軌 是 因為都沒有核定 所以你們都 那個路線什麼東西都沒有核定 他說什麼A5PLUS站 那個機場決定站沒有完成 所以你們不補助 是這個原因嗎 沒有核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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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核定的路線你們可以補助嗎 還是會 只是說他因為有這個因素要持續檢討 但是你應該是先補助規劃設計吧 對 而不是直接補助大條的 就是給你做 路線都還沒有定啊 對 細部的計畫內容都還沒有啊 所以最關鍵的還是在可行性研究 如果核定之後的綜合規劃跟環評 其實後面的工程費用一定是要到位的 其實各級政府大家做工 大家要為地方做都是一棒接一棒 每一棒都是要認真努力做 但是喔就是 現在做工的人做到老幹 要陪人陪到老幹 但是說責任就是 希望主機長跟部長你們能夠 把這些事情講清楚 不然的話 利用這種心理 然後都是 再讓這個市民 感覺到好像受到不公平對待 其實最不公平對待是這樣子啊 台灣都集中發展在都會區 那一些 一般的這個縣市 還在那邊選鄉鎮市長代表的那些縣市 他們反而是 這個建設經費 還有這個所謂的軌道建設 他們是得到最少的 所以 這個是整體的思考問題 但是無論如果有責任要講清楚 不要被市民誤會說 真的是虧待了我們這個城市 拜託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謝謝吳秉睿委員 謝謝 來 我們繼續齁 請鄭明中 曾委員 那個部長啊 因為齁 剛剛有委員特別提到 這個 巴黎輕軌跟五谷泰山 這些計畫 交通部你們可行性評估都過了 但是 今年的八月六號 九月二十一號 行政院把他打回票啊 行政院打回票啊 你們是通過的 你們是通過的 可行性評估啊 可行性評估結果送到上面 八月六號 九月二十一號到行政院 打回票 齁 那我認為 你等一下要跟大大會說清楚 講明白 為什麼你們這裡通過行政院把他打回來 齁 那 來 來 我們請鄭明中 曾委員 可以可以 我時間拉給你 好 謝謝 我們請 呃 主委 還有主記長 還有部長 來 來 廣主委 來 林部長 還有 朱祖劇長 委員好 好 三位好 先請教 龔主委 是 當時的前瞻 在一百零六年的時候 匆匆忙忙 過 那時候過還在這裡打架 那當時規劃是八千八百二十四億 請問主委 這個有沒有經過行政院 通過核准 當初的是原規劃 但是後來再經過行政院 他合的是八千四百億嘛 八年八千四百億 那原來八千八百二十四億 行政院也有立案也有核准 後來當然這一次調整 調整為八千四百億對不對 八年 對 八年 好 都是經過行政院核定的 我們來看往下看 那我要給您報告了 主委 因為前瞻基礎建設 一百零六年九月 這裡打架 院會打架 一百零六年的九月才通過 但是執行到現在 到假如是到一百零九年九月的話 只有三年對不對 三年半到年底的話 大約啦三年到現在三年 那你看 執行的實程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現在行政院 整個計畫大幅的更動 這個是當時我相信你還沒有當國外會主委 但是主計長也在 當時行政院信誓旦旦的對外宣誓 前瞻基礎建設 關係到我們台灣未來三十年的基礎建設 非常非常重要 也非常非常的急迫 但是你想想看 執行才三年 整個計畫大幅更動 顯示 包括主計長你聽清楚 顯示 前瞻基礎建設 很多項目 既不前瞻 再講一次 既不前瞻 而且編列過程 極旧章 也沒有做精切的評估 我要請教 龔主委 這麼大的 弧度的變更 執行三分之一的時間 就這麼大弧度的變更 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剛剛主委長有說明了 就是說 當時的軌道建設 比如說我們 某一項的建設 預估它 八年的時間 可以來完成 那八年當然 這個 中間會經過可行性的研究 中和的規劃 環評也過了 然後實施工程等等的一些情況 但是開始實施以後 我們開始 那個是規劃 那個是 這個計畫上的一些規劃 但是預算的編列 你還是要何時編列 這個工程進度 你還是要何時編列 等等一些情況 就是說 這個工程如果 他做到可行性評估 那下一期 我們會編給他 中和規劃費用 中和規劃做完以後 我們就開始編工程款 一起一起編 每兩年編一次嘛 你不可能說 我一下子 整個預算就編給你一百億 這不可能的 先編幾千萬的規劃費用 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所以就變成說 我剛才特別提到 就是說 有八項的計畫 事實上是如期完成的 八項裡面 那我們就會 主委 謝謝您的說明 您剛剛講的這些 編列重大工程的 相關預算的程序 主席長 或者是各部會 在做前瞻計畫的時候 不知道嗎 你原來就知道啊 軌道建設 要進入很多可行性評估 財務評估 中國規劃環境影響評估 當時核定八千四百億的時候 各部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啊 那當時為什麼累 八千四百億 開什麼玩笑嘛 那時候為前瞻而前瞻 為了還拼著大家吵架 打架 一定強行要通過 結果執行了三年 就說 這當時的這個計畫 必須只有軌道建設 只能編這個 可行性評估 那當時為什麼編 表示這整個作業啊 草率啊 好 再請教你 細的 那軌道建設 為什麼從 四千 四二四一 減少一九零三 減少了 兩千三百三十八億 減幅啊 減少了幅度 高達百分之五十五 城鄉建設 從一千三百七十億 增加到兩千四百三十億 增加了幅度 增加一千零五十幾億 增加幅度是百分之七十七耶 另外 水環境 從兩千五百零八億 減為一千九百三十九億 減少五百六九億 減幅是百分之十二耶 委員 我是不是在說明 事實上 我在從 剛才主席長有說過 就是說 剛才軌道建設的部分 原先的一般估計 大概都七年八年 但是如果你在可行進行部 你如果入廊 地方政府 之間都擺不攏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再往下走 你往下走 我們錢編給你 你也沒有辦法去實施 所以這個 所以還是要地方政府 趕快要把這些可行進行 環評跟綜合規劃把它做好 環評也做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 如實來編列 我們國家不是今天 昨天 才做重大工工程的 編列 預算 或者評估 原來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不知道會碰到這個問題嗎 是 平均來講 你國會以前的經監會 你的主要主者是做這些些 是 大概平均來講都是七到八年 對啊 所以說 當時也沒辦法搬進去 所以有些案子 現在都 我剛才提到八項裡面大概 八年裡面都可以完成 那你為什麼編來編進去 你為什麼編到四千多 亂七八糟啊 那你水環境減少 台灣各地很多地方 還在淹水咧 為什麼水環境的部分要減少 減少569億 減輔達到百分之二十六 二十二點六 城鄉建設 為什麼要增加 一千零五十九億 是不是 二零二選舉要綁撞 還是 水去巡視全城各地 答應人家要把它納進去 委員 委員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你是哪一樣 你說 就是說水環境的部分 我們還是 就高 一樣嘛 就是說你還是要有一個評估 然後看它核實編列的一些狀況 那事實上水的 治水的部分 基本上那個部分 是增加的 但是有一些 水庫上的維護等等的一些情況來講的話 那個 就是 那個 主委 我還是那句話 以前的經建會 現在國安會 編這些重大公共工程的預算 不是昨天才開始 是 所以 預算的編列是何時編列 那你為什麼當時把它納進去前瞻 練進去八千四 那八千四 它是一個計畫上的一些規劃的一個額度 但是你預算的編是兩年一編 如果它進度快我們就多編 那表示你前期作業亂七八糟 把八千四百億隨便弄啦 來那往下看 我要問的是 問的是 軌道建設 從 八千 四 八千 四二四一 減少到一九零三 主要減少哪些項目 部長 你曉不曉得 減少哪些項目 是不是 主要 減少在 新北市跟台中市 不是 不是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委員 比如說高雄都會區的大眾捷運系統 當初我們原估它會有八百多億 我們希望就是它八年可以完成 但是實際上後來 它並沒有 在可行進評估跟中和規劃裡面 就 有一些 必須要協調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預估就短差了大概八百億 好 是這樣的情況 主委 因為時間有限 你能不能在 因為下個禮拜可能就要審 我要求你給我 軌道建設 從四千兩百四十億降到一千九百零三億 每一項原來的四千兩四千四二十一的項目 跟現在一九零三的項目 細目能不能給我 是沒有問題 好 我們還會把那個理由寫清楚 好 還有 城鄉建設 從一三七二提高到二四三一 每個項目 變化的金額 能不能在 這個禮拜下班前 禮拜四下班前 給我這兩個 細目 跟金額 是不是下個禮拜 下禮拜會省啊 所以你今天禮拜 這禮拜四下班前要給我啊 有沒有問題 這個現成的啊 就是軌道建設跟城鄉建設 下禮拜一好不好 好 下禮拜一 好 另外 你既然大無調動 那其實現在 你既然成為前瞻基礎建設 像少子化 食安 人才培育 相對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為什麼這次沒有更動 沒有調整 事實上有增加了 比如說人才培育的部分就增加了 那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我們這一次是 數位轉型跟數位設備增加比較多 但是那個部分事實上 對其他的也有很大的幫助 好 謝謝 另外 好你們兩位先請回去 另外 請問我們 請問我在主席長留著 主席長剛剛 我們有同仁問你 是說 蔡政府 未來舉債的情況 我用你的答案 你说马政府八年增加 一兆五千亿对不对 一兆五千多亿 对 多少亿 一兆五千六百亿 一兆五千六百亿 这是八年 那你在看什么 主席长的数学不好是不是 没有 你听我讲 我没有叫你打 你不要打 现在 蔡政府通过的 特别预算 前章刚刚讲的八千四百亿 会员防治 纾困振兴就四千两百亿 战绩 就两千五百亿 这加起来是一兆五千一百亿 主席长你是数学不好 你怎么用 八年跟五年再比 有些蔡政府的任期 是到一百一十三年的五月 有些是到像战绩采购 是到一百一十五年 而且这个全灾的建设 也不是到一百一十三年就结束 因为 我刚才讲的 蔡政府 变什么东西啊 你蔡政府编的特别预算 你到时候你要 你要 你要退给谁啊 你是数学不好 还是财经不好 看结果 看什么结果 你编了就编了一兆五千一百亿 现在哦 现在我还没算你今年 我还没算你今年 一零八一零九一一零的 已经算到里面去啦 我就跟你算特别预算而已啦 我哦对 我这一零九一零的特别预算 都已经算到里面去了 他的负债也已经算到里面去啦 我就跟你算特别预算啦 还不算你今年 特别预算的话 今年税收 转收一千五百亿 前单从一零六年 就已经算到里面去了 我的总数给你 特别预算啊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一千多亿 如果是没有这些前单预算 我可以跟你讲 那个是预算是平衡的 我还可以 我还跟你讲 我没有买战机的话 我还跟你讲 我没有前单机建设的话 你讲什么话 听不下去 那这种主机长 好 谢谢 谢谢郑明中 已经都编在预算里面了 好 你事后把那个数字几年 把它写清楚 就一份给 郑明中 郑委员 来 我们请代事保代委员 谢谢 谢谢主席 请一下林部长 好 来 向公主委 请一下主机长 来 林部长 公主委 来 主主机长 我首先啊 要替我们这个政委员讲 大家都了解 这个明明明就是已经编了特别预算 蔡政府已经编了一兆五 这个主主机长有办法凹成说 这钱底下边 这个脸皮之厚啊 子弹是打不够的 主机长 我没有叫你讲话你点点 不许你讲话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你不要讲话 在旁边 我叫你听 没有 我叫我 我没有问你啊 主机长 我是讲我的话 我没有问你 你不要回答 他讲话你最后要是要听答 你再来 没有没有 我叫你讲话你再讲话 这东西 子弹之 脸皮之厚啊 居然可以这样凹 这个凹公啊 不会输得苏贞昌了 来 我们请教林部长 那个主主机长 你去旁边去 站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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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主机长说站着好好听 好好听 您这部长主委怎么诚恳 你怎么忽略 怎么忽略 来 部长 是 你的观光发展基金啊 到今年的六月份 短收收入啊 少了250亿 支出增加410亿 老实讲 加起来 就600多亿了啦 那你这个钱 我要问你 你支出增加400多亿 多少钱用在纾困 目前哈 大概应该有 大概5、60亿 5、60亿有在纾困 另外也管收 因为我们今年的 机场服务费也没办法 因为机场服务就干单嘛 现在的旅客 它的机场服务会的一半 放在这个基金嘛 对不对 十分之一 对 一半啦 机场服务的一半 放在这里啦 那人家已经给你估算过了 到年底就差不多要破产了啦 这个基金大概到年底就破产了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现在来讲这个钱不够 那我们来看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疫情啊 嗯 你什么时候解封啦 你什么时候对 过去一年一千万的人进来 现在一年大概少一个零啦 一百万左右啦 对不对 是所以我们有应变计划 蛤 什么应变计划 就是当然 除了国库播补 或者举债 国库没有播补这个啦 国库播补这个 你只有一条路啦 举债啦 借钱啦 请问你有没有发行 以种公债的计划 有没有 我们新闻局 我们那个观光局 现在在研究当中 要不要发行 教育委员会也有决议要说 要不要发行 以种公债 这个具体的方式 我们还在研究 你这两条路嘛 第一个跟台银界嘛 类似台银界嘛 第二个就是发行公债嘛 对不对 你准备采取哪一个 我们还在就是评估 这个案子最近正在 倾向于哪一个 你倾向于哪一个 还不要借钱嘛 不然你接近就没有啦 这个我也要倾向一下 我们主机长的意见 主机长在吗 在啊 哪个主机长 主机长 跟你讲话 你现在讲话 简短 跟他没有关系啊 跟你有关系啊 来 举债跟发行公债的要考量 发行公债也有成本 如果他金额少的话 发行公债的成本很高 并不觉得划算 那所以举债就好了啊 看他的金额 所以这样子来讲 那主机长告诉你要举债 好主机长请看旁边 那主机长告诉你答案了 你要问他 告诉你答案了 因为你要借的钱 也不是太多 老实讲 就几百亿吧 是不是 那你事实上 事实上 事实上的话 就直接借钱啦 直接借钱 这个基金 要处理好 也看起来 已经很危险了 第二个 轨道2300多 所以刚才有委员提到了 挪到城乡挪到数位建设 这是维法编列啊 前程条例 特别条例第六条 点点点 为行刑的部分 结缴国库不得已用 写得这么清楚哦 写得这么清楚 不得已用哦 结果你把他挪到 挪到城乡挪到数位建设 法里面不可以啊 不得已用 写得这么清楚啊 那个主委啊 这里主管单位是国会主委 国会主委你怎么办 他在意用呢 主委长是专家 你主管单位 主管单位不是主委长 主管单位是国会 我们这个法 我们拿来了读 第一条 主管单位重要就是国会 你跟我解释 国会跟我解释 好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挪用呢 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 我们说预算是两年一边嘛 所以预算只要编进去以后 而且大会就是 立法院同意了这样的编列的预算 这个预算是没有挪泥的 没两年一编 那个预算是没有挪移啊 没有挪移啊 怎么移呢 你就怎么移到 一砍砍两千三百多亿 好不好主管给你讲一句话来 30秒30秒 已经编到预算的都会去直写 您刚才讲的那两千三百亿还没有编到预算 所以没有挪的问题 什么叫没有挪的问题 啊你就已经讲好了 轨道建设 编四千多亿 计划而已 那个是计划 我都你说的 所以我都知道你说的啦 我就事实我讲 我都知道你说的 依照法律不可以编 这是违法编列 违法编列 违法挪用 乱奥一通 我们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四千两百亿 就是四千两百亿 后来的四千两百亿 就是四千两百亿 轨道建设已经计划了 计划了 而且各个县市都已经 编下去了 就是要编四千多亿的 轨道计划 结果你们说 我执行不立啊 我执行不立啊 所以我就挪到 这违法编列啊 主委啊 你回去检讨啊 何时编列 每两年一编 没有什么叫何时编列 我都掉了都挪 违法编列不可以这样挪啊 预算一旦编进去以后 就是如此 如实的去执行 所以执行率才会有 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也是你说的啦 没关系 原来 原来 原来已经都是 原来讲是八年的计划 我们给你过是八年的计划 然后你是说我们先编四年再编四年 这里面啊 就是 只见 只见主机长硬拗啊 狐狸这样硬拗啊 这个很可恶啊 我实际上 我有自然人品 你不要讲话 我不是狐狸 主机长 我们不要 我们这样讲 你刚刚说什么 我有自然人品 我不是狐狸 谢谢 什么叫自然品 我听不懂这个东西 好啦 你讲说你不是动物 你是人物 我了解啦 这个 好啦 好 再来部长 昨天在院会的时候 哇 苏院长说很大声 说 我们不分蓝绿 建设部分蓝绿 事实上就蓝绿 他说 哦什么地方 绿色比较快 什么等等的 我们都很清楚 现在已经发生了 在民进党 地方政府手掌是民进党的时候 他编了 核准了 结果在 换成国民党不准了 云林县就最后的例子 胡为糖铁 就一顶多亿 林部长 这个你给他砍 人家的设计费 规划会 完成的 可是三点你就不编 白纸黑纸不编 我跟委员说明 台中市我先了解 这是新的市场 我讲云林县 我讲云林县 云林县 云林县 你们没有编啊 第三期没有编啊 第三期没有编啊 对不对 这不是什么大小眼吗 委员那个主要是 如果他因为他 这个就戳破了 苏院长昨天的讲话 完全是看颜色嘛 他 唐铁是一个观光的 铁道 观光铁道市场性比较高 基本上是 台唐去负责 为什么当初你要给他这一条呢 当初李进雄就给他这一条 你既然落选就不给咱们散 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 他可以筹建 但是不需要用特别预算 还有那个 那个 林部长 你以前是台中市长 是 盧市长念之在之 就是 捷运南线 你现在这里能不能保证 一定 帮助这条线完成 可不可以 如果他早一天送来 我就早一天完成 好 因为现在地方政府 他已经送来了 变更 然后综合规划也还没完成 那我们自然一直在催 也希望全力协助 好 所以我们希望 台东市能够赶快 赶上来 来 我们再问国安部的主委啊 你们乱投资一通啊 投资如心亏的市益 再来 东北 特别是 东北 你的人是都把手去 抓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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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是明明说 你们 要你们投资是要还债的 结果你们要给他投资 投资了多少 六千多万 金额或许不是很高 可是 就充分的说明 国安部这些国安基金 乱投资一通 完全靠关系 完全感关系 没有专业素养 没有专业评估 没有那回事 那就媒体型这么大啊 每一个 每一个投资案都吸过三个卡关 你告诉我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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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基金来讲 我们要看整体基金的成效 你回头 东北 你不要讲那些 我细上 整体成效来讲的话 那有 按照正常的程序 也有非常成功的案子啊 不是 所以是 要整体来看 我跟你讲的是 你仔细听了 你不要急着讲 你等等 东北人家会计师还出示证明 说 这家钱 要人家投资是来还债的 结果你们 我都强烈质疑 你们有没有人官商勾结 就居然投资了 投资我现在投资了 他养而生蛋 结果拿去还钱 还债 八委委員 我们按照 既定的这个程序 事实上 总共投了60个案子 成本是600亿 你不要给我闪了 我们现在的禁止是有6000亿 你不要 你不要学旁边的注册明 这闪 我问你东北的事情 你就回答我 你知不知道 那个是要还债的 知不知道 除非说我们东北的案子 他是一个特殊 没有按照既定的流程 对 那就有问题 那你要不要撑除 你要不要撑除东北的案子 他的流程 据我了解 他的流程 谁要贺损 我们追究承论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在任 但是 据我了解 他还是按照 我再强调一遍 我时间到了 我再强调一遍 是 东北的案子 会计师 已经出示证明说 他要人家投资是来还债的 结果国外会就傻傻的 或者是故意尖尖的 老干的干扰 就给他投下去了 结果拿去就还债了 结果就完蛋了 这些公司就完蛋了 据我了解 就跳票了 怪计师 他就跳票了 湯师提供的意见 只是说 这家公司 出入比较高 可见你们都没有做利率 然后你拼命在回答我什么 几千利啊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讲 东北这个个案 就是一页之求 代表你们国外会的这些基金 评审作业都是gay 都是乱七八糟 没有如果是这样 整体性的效率会非常超 但是整体的效率非常好 对不起 那是以前人家做的 不是你做的 别人做的 对不对 还有投资如心 你亏了私益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对不对 如心也一样啊 私益 亏了私益 也都是已经有迹象 你们还投资 这个东西啊 你好好监讨 我在会追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你回去查这个事情 你就给我个承诺 你要不要追相关的责任 东北 我会了解 我会了解 好 追究 要追究 好 谢谢 谢谢赖司法赖委员 你们三位请回座 来 接下来我们请 蔡碧如 蔡委员 主席好 那我们有请交通部长 来林部长 林部长好 喂好 是今天因为是 省前瞻计划的轨道建设 我们来跟你讨论一下 那个轨道建设的一些问题 好 那大家知道 刚刚吵了很久了 我们的那个前瞻计划 8400亿里头 事实上用在轨道上面的一些建设呢 包含了铁路立体化 还有都市 那个捷运 还有台铁的升旗这些 总共那时候看起来是 106年到113年里头 有38个项目 部长对不对 对 现在还是这38项 那我想就是说 推一个前瞻计划 因为这都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些交通建设 那这个轨道的建设呢 其实7成很长 是 你也知道就是说 你当过台中市长嘛 要盖一条 那个捷运 事实上都是 从规划到盖好 事实上都是要 10年以上 甚至要超过12年 所以在这个轨道的建设里头呢 其实这个很多的轨道建设 实上在这8年里头 8年的前瞻计划 可能都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呢 我大概就看了一下 106年当时的计划书 到114年我发现 在我的slide里头 大概 就是说 到前瞻计划结束之后 还有18项 计划还没有办法完成 其中轨道建设呢 就占了10项 10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从这个之外呢 我从立法院的预算中心看到 就是前瞻三起的轨道建设当中呢 有9项的计划呢 是到今年8月底 还在审额的 那这个 这个可能 这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在113年 前瞻计划结束之前 它可能都 都还没有开始动工 还在规划当中 那另外 这个9项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9项里头呢 我发现呢 有7项 有7项的这个 这些建设呢 基本上 它是用来做规划 它不是用来做建设的钱 譬如说 最近争议很大的 高铁延伸屏东 或者是 北铁道这个 增速这些工程 基本上 它都是跟前瞻借钱来做规划 而不是做建设 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关心一下 那 在这7项里头呢 我大概就去把它整理了一下 这些7项里头 至少要花 3700多亿啦 3700多亿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你的前瞻计划结束之后呢 就光这7项呢 中大的一些轨道建设呢 将近3700多亿 等于是我们现在一半的前瞻计划的钱 那这个可能就会由下一届的政府 或下下届的政府 所以部长我想在这里请教你 是 如果你是未来当行政院长 或者是总统啦 那这些钱呢 你觉得是要从公务预算来出呢 还是又要再去提一个 轨道的建设特别条例 特别的预算来编 当然这要尊重到时候的 这个总统跟院长 不过就这几个项目 我们以过去的经验 因为它也都十年以上的这个期程 其实都平均分配 其实每一年的公务预算 如果你除以10的话 就是372亿 我说整体中央啦 那当然有一些涉及到地方 它的这个配合款 以这几项以高铁来讲 当然我们有铁道发展基金 其他的这些 那相关的这些项目 我在担任交通部长之后 有把它赶回来一些进度啦 包括这里面这七项 比如像新竹大车站 本来也是几乎还没有开始 像大台中的捷运绿线延伸 现在都还没开始还在规划 然后像 有有 就是这个规划 其实在过去一年来进度是快很多了 在我接之前 其实我们让地方政府自己去提 可是我们现在用预审制 而且我们提早去协助他们 所以进度开始追赶回来 部长 其实这个样子也大概都需要十年啦 是 部长 刚刚你讲的 如果说从公务预算去支出 其实就会排挤到未来的一些公务预算 那增加一些政府的一些负债 那如果你又要去挑一个特别的条例的话 其实呢 这个就是 这些钱呢 其实就是一个潜藏的负债 未来是要有我们的子女孙孙去还的 可是也是一种投资 其实轨道建设是搬不走的 那个就是 好 这个部分就请部长好好的思考 好 那接下来我想跟部长讨论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高铁蓝眼的 的问题 那在 前瞻的第三期的预算里头呢 轨道建设有编了一个 401亿9千多万的一个 轨道的规划作业 那其中这规划作业 编了3亿 5千830亿 那高铁的 的延伸到屏东 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高铁延伸的部分就大概就编了1亿 那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屏东人 所以我非常关心这个 高铁蓝眼到屏东的一些事情 那到底是 高铁蓝眼呢 还是高铁东眼 那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因为当时呢 事实上有提出了四个 四个路线的方案 四个路线的方案 那最后呢 在去年108年9月27号的时候 排版定案就是 要走那个 左营 这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现在大概就是 呃 事实上就是延伸到 六块处 就是它从左营 现在的左营车站呢 延伸到六块处 好 那这个六块处呢 这个的方案最后呢 在这个地方 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争议不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它变成是 东延到六块处 这样子的话 那民众呢 如果要到屏东市 或者是要到潮州的话 那就还要需要 需要另外搭车 事实上它就并不会 比现在呢 高铁直接 从新左营站搭车 到屏东来的方便 那第二个就是 从左营的这个方案呢 事实上向东 过高平溪呢 它基本上 它是一个倒退路 因为到了左营站之后 你要往这个六块出去 它是一个倒退路 再来就是说 这样子一个耗资 554亿的一个预算 那到底有没有帮民众 节省到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左营站呢 这样子全长17.5公里 大概从 燕朝的分岔点到屏东 需要20分钟 但是我大概去坐了一下 因为我常常也会回屏东 从新左营到 坐到屏东 大概如果是 志强号的话 大概是29分钟 所以呢这个中途 而且还停了 高雄站跟凤山站 所以如果扣掉这些 也需要停这两个站的时间 事实上它 并没有为民众 多省下一些时间 如果交通不花了 这样554亿 最后并没有实质的 减少到 左营到屏东的一个交通时间 事实上是 很让人遗憾 因为我们既然 这个就是 交通平权嘛 我们为屏东来争取 这样一个交通建设 那本期是希望说 这一次呢 前瞻计划 编列了一亿 常常在编列前瞻计划 在一些前期规划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会碰到一些 譬如说用地的争议 或者是常常会有 地方民众的抗争 或者是进入环品的时候 还是有环品的争议 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想请部长 是不是愿意纳入其他 更多元的一些 多元的方案 来进行全面的一个整体的评估 好 我很乐意 因为委员确实看到问题 那我的对应就是说 其实根据铁路法 整个 轨道路啊 我们交通部必须提出一个 根据国土发展 的规划 以高平地区啦 我们现在好几个轨道 怎么去整合 这就像现在北北基 一样 跟桃园也一样 这里面有高铁 有台铁 还有都市的捷运 好 那这个整合 我们不要只是看到高铁 延伸这一段 其实我们是 六小时的高快速 铁路网 西部高铁 东部快铁 要南北去衔接 好 那这个高平地区 好 我们现在高铁先到 这个屏东市 可是我们未来跟台铁 跟捷运路网的整合 好 是不是有高铁 继续延伸到 好 潮州 或什么 这开放的 但是我们必须把其他 所以部长愿意 高平的轨道路网 其他多元的一些方案 还有台铁的电气化 双轨化 跟环岛化 一并纳进来的时候 其实 其实轨道是四通八达的 它可以 就是 转成接驳好的话 就不一定要 就是 A到B 它中间可以透过转成 这个就是路网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在追赶 就是这个政策也已经 清楚放在政策 运输政策摆皮书里面 部长 因为这个方案 事实上 争议非常的多 当然 一开始的四个方案 我希望能够 因为 在规划的 当中 你可能会碰到一些 尤其是环保 进入环保之后 有时候进入环凭 我不希望环凭就是没有 零对岸 常常就是只提这个对岸 提这个方案 那就没有对岸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呢 因为 对于屏东的一些的乡亲来讲呢 交通确实是他们要争取的 也是我们要争取的 所以呢 我希望部长能够用 比较多心胸 多元的开放的态度 来好好的去评估 这个高铁 到底是蓝眼呢 还是要是东眼 那个请部长要多多的思考一下 好 谢谢部长 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谢谢蔡碧如 蔡委员 那 我们 继续请庄瑞雄 那 等一下林楚音 这个巡答完毕以后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然后再继续 那我们请庄委员来 谢谢主席 我请我们交通部 林部长 来 林部长 这次我们前瞻的第三期关于这个轨道建设的预算 我们编列了388亿5000多万 那承办单位有交通部台铁局跟铁道局 我想集中我们交通部编列的这14项的计划里面 光铁道局跟所属的编列就有16项 我看到从我们台铁升级跟改善东部的这个服务啊 这98亿多 铁路立体化跟天秦这个通勤的一个提数107亿 都市推动捷运这172亿 只有这三个经约差不多高达378亿 剩下的这差不多10亿 来支应其他27项的轨道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计划 从经费的一个比例分配来看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交通部对于前瞻计划的重点 差不多3倍 那其实其实就在台铁局跟都市捷运化这两个项目 本市想就这三个重点计划来就叫部长的 就是说 不过你看看第一个这个 我把整理出来 我们前瞻第一二期预算的执行的经刑 从这个统计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 到109年我们7月底 前瞻第一期 第二期整体累积的分配预算执行率 八成 但是其中还没有完成捷报预付数的 只要57亿 57亿亿 就是说 穿上还没去签看 还没有支用到的这些预算数 高达198.49亿 对于这个财政资源的这个配置 我相信这个都 还有努力的空间 部长 所以我要签部长 这个执行率不可以提升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你比如说台铁电物智慧化提升计划 那个44.85% 执行率只有44%的原因 就是国产化 你爱国产化 以前都用日本的系统 所以有时候你碰到这个你也头痛 另外你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去检讨 有发包的工程作业里面 我去看一看 都是因为流标 那都是流标 你看看那个钢山那个 跟路主延伸 还有周边土地开发那个 那个主要也是因为 基电的合并招标 也都是因为多次的流标 当然那个有63%多了 嘉义市那个当然就因为 都市计划没有通过 所以我要签到部长 像这种 我们有什么改善的一个对策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中担的协议 这个站在部长你的立场 你不要开玩笑 这葬的轨后 这全台湾 这整个轨道建设 这难得千载难逢 有这样的一个预算 那做下去老八成是有感觉的 但我的意思是说 像部长如果堵到这个 大家都知道原因嘛 流标 那流标原因大家都知道 那系统没什么 本来日本的系统 现在都要求国产 因为这个原因 倒不开 像这样资讯你这么多 我不知道部长你的看法 陈委员所讲 如果就台铁跟高铁 就是国产化跟技术制度 也是我们一个目标 除了交通建设 本身的这个之外 那因此我们 怎么去组成 我们讲的R team 就轨道的国家队 那在标案里面 其实就要有这样的相关规定 可是要符合 这个WTO相关的 这个规范 因为政府采购 也受到国际的这个 这个规范 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因为多了一个政策目标 我们也不愿意长期受制于人 现在高铁 现在车厢 我们现在8家式列车的采购 就遇到这个问题 日本它就 变成它是卖方市场 它价格拉得很高 那就流标 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说 因为其实民间的投资 涉及到我们政府政策的 预期性 那如果有一回没一回 我们这个产业规模也不大 大家不会去投资设备 来生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家队的概念 那 属于我们自己至少说 我们现在基电的系统 还有整合是比较弱 其他有一些零组件 的制造跟维修 我们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整合进来 所以这个我花了一点时间 去促成这样的一个 所谓R-Team 那也有一些成果出来 比如像轻轨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采购的指南 我们就是把它统一 那就有个规模经济 至于说 有一些 涉及到进度 因为地方政府 它过去的提案 台铁高铁当然是我们中央 可是你的这个 很多的 这个立体化或者是 捷运 有一些是地方要提案 那涉及到都市计划 场战开发 这些土地取得 地方没有这样的 很强的团队 所以我现在一个一个 县市在帮忙 比如说以委员来讲 就是说我们协助像 像嘉义 他本来要做 就是全段 我们就是先针对民雄 北段这里 那协助他修改提案 说预审制 结果送上来之后 现在就过了 宜兰也是这个例子 彰化也是 连新竹市的 所谓大车站的大平台 也是我们帮忙 才有进度 不然那个动画很漂亮 事实上都没有过 包括基隆市的轻轨 现在就是到底 只在基隆市 还是要 新竹市啦 新竹市还是要包括新竹县 这个到底是一阶段两阶段 也是我们出面来协调 基隆轻轨更明显 本来只是train train 只是要走一些台铁的轨道 现在我是觉得应该从首都圈 去做基隆捷运路 它变成一个卫星城市 所以这种思考 就是我讲的交通部 必须要负责任的 根据铁路法 我们要有国土规划的高度 来 来这个 设计这个路 然后属于成绩的 就是我们交通部主导 属于都会区的 比如说以高平地区 像委员昨天在问 你这个高铁难言不能只看高铁 它跟台铁 甚至未来所谓快铁的关系 那高雄屏东 现在也有捷运路 我们也补助 屏东县政府要提案 可是还提不出来啊 那高雄是以它为主嘛 它辐射扩散啊 所以这两个就涉及到地方政府 的协调 不要讲跟我们中央交通部 我花很多精神 其实在帮忙 去把它就是求同 这个知道不定这个本来就会要 必须要花很大的一个心思 尤其喔 大家在建筑的时候 建筑不建筑 我们一个 建筑不建筑 建筑之后 大家要看的是说 大家开始在那儿等 看能够趕 看能够趕 都有这个问题 但这总是要有这个办法出来的 我跟委员补充一点 比如说我们高姐现在 南沿到屏东嘛 先到屏东市 落地区 很多人说是不是开放选项嘛 你昨天问的嘛 包括未来可能延伸到潮州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同时去处理 就是高铁台铁啊 还有包括现在可能是 这个整个环岛的高快铁 这个如果不去做一个整合啊 不是把高铁一直延伸到全岛 这不太可能 所以有一些必须把台铁 除了电气化 双轨化 包括环岛化 其实它的这个快铁化 也是可以未来衔接高铁 好 这个感谢博定 这个打通任督二脉 因为毕竟啊 交通部分别到前瞻 特别预算啊 这个金额是算最多了 第三季这就已经五百几亿了 还有六百亿了 这个交通建策 其实人民感受啊 会最深刻啦 每天最后我们在出门啊 有时候整个火 大家组出去 那如果可以快速又安全的 交通的一个运输啊 我相信啊 人民只要有感觉啊 对政府就会多一份支持啊 这个也其实啊 让民众 为民众多做一点 都是应该啊 这部长你这责任重大 滤开到处啊 人就够够了啦 人去够够了啊 差不多就会带来一些 基本的一个经济消费上的一个刺激啊 我最后一个问题要来请 这个部长啊 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说 你说你说你做过民意代表啊 你做过 民众商店 連結的一個力量 這個返鄉 團結 那團圓 那我經常會看到 有人在抱小孩 我有時候四個走一路 不一定他在那一股梯 這個鐵路的部分 我們常常會看到 會有媽媽抱著小孩 還要再抱大包小包 尤其是連結的時候 沒有辦法買到座位 必須要擠在那個走道的中間站著 大人也疼 小孩也疼 如果說 你要想像說 我們是剛才有的人坐在那 你到底要不要讓座 這個不是道德的問題 不是說什麼人性 是不是高尚 可是這個在購票的設計裡面 部長 有沒有可能來克服 譬如說 我們現在開放網路購票 一個開放的秒殺 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網路購票前半天 讓有智林 比如說國小以下的 父母可以優先購票 我看小孩沒有現象可以減少很多 這個現象一減少 這個都可以去推論 連高速公路上的私家車 車輛都會減少 這個部長你不知道有什麼看完 委員建議我們很支持 現在在櫃台 就是購票是有啦 那現在就是我們第四代票物 未來怎麼去增加這樣的功能 就是說有抱孩子的那個 我覺得我們可以想一下 現在是要到服務台購票的時候 有這樣的 我的意思是 我們的市民庁現在新的要出來了 你像這個東部我們就有實名制 像我們現在台東地區 我們增開的列車就是以當地的戶籍 是 那我的本席的意思就是說 媽媽帶孩子 有可能給她提早半天 給她優惠先購票嗎 我有孩子啊 不然很大睡覺 你看我們有這麼坐在那裡 你會覺得說 一個媽媽帶兩個 有時候你看 你一個讓座起來之後 我就看到螢幕 讓座起來以後 兩個小朋友跟媽媽就在同一個位置上 兩個孩子在那裡睡了 我們來想就說 這如果讓她開放多半天 政府有這樣的一個措施 開放給他們優先去購票 這部長好好思考 好 我們來研究是不是有適當的這個名額 還有怎麼去做到確認 這個我感覺 部長你這個怎麼做得到 我沒跟你騙人 說你這裡都不夠厭 那想就這個做得到 原來的 部長在那裡 有時候小孩就靠啦 靠啦 那個當媽媽的 他心裡就很緊張 哎呦我兒子 那個人影響到了 他就沒辦法 他就買無票的 我們這個 努力去想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莊瑞翔莊委員 好 來我們繼續請林楚英林委員 他尋答完畢以後 我們就休息10分鐘 來 主席早安 有請國發會龔主委 來 龔主委 林委員早 主委早安 我想身為立法委員 其實在立法院的所有的巡達 最重要的我們是個監督單位 那麼當然就是要監督行政單位的相關的設施 那麼措施跟政策 至於預算的部分 當然是要幫民眾看緊荷包 前瞻預算 我想對於許多國人來說都非常關注的是因為 它匡列了八千四百多億 那麼這一次我們看到的第二期的編列當中 我特別做了一個表 在這個第一期的時候是編列了百分之四十八 但是到這一期提出來的時候剩下了百分之二十三 等於是說確實都被認為是腰斬了 不過因為本席來自媒體 所以本席呢特別找到了過去呢 其實這個在媒體當中 當然我們知道政院黨的委員 也是要來把關這個預算 所以當時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三號的時候 國民黨特別還上街頭 當時還在立法院砸了雞蛋 標題是說 藍尾怒嗆反對軌道建設 另外呢當時他們還夜宿了立法院 這是二零一七年的七月五號 當時他們呢是說鷹派還要開戰 其中特別提到的是 他們覺得軌道建設跟蚊子館沒兩樣 所以要砍到剩下三分之一 要大砍三分之二 如果說現在時間倒流的話 我想問總主委 剛剛啊您一直被質疑說 啊是不是挪用啊 是不是違法編列啊 怎麼通通都跑到了其他的什麼數位啊 其他的這個水資源其他地方去 這個不是就是完全是順應藍營委員的需求嗎 所以這到底是挪用 還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從百分之四十八現在軌道建設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三 謝謝委員齁是不是容許我把這個 前瞻基礎特別條例的第一條 他的鑰匙稍微唸一下 就是說為了振興經濟帶動整體經濟動人 因應國內外新的產業新的技術跟新的生活趨勢 推動促進轉型之國家前瞻基礎建設特制定本條例 所以前瞻基礎建設是為了除了要帶動我們經濟發展之外 還要因應整個國際間新的趨勢發展而定定的情況 產現的一些前瞻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這八年來就是這四年經過以後 的確在計畫上是有一些調整 但是預算核實編列絕對沒有所謂挪用的問題 一旦編進去以後就照這個預算來做一些執行 所以主委的言下之意就是說 你編了就會用編了就會讓他去執行 但是整體匡列的部分會依照進度來做調整 是這個意思嗎 是那也會根據情勢上的轉備 跟委員報告這四年來 2017年的時候沒有發生的事情 後續發生的是美中貿易戰開始的 後來的武漢飛營發生的 5G世代來了 那這個都是因應於數位時代的來臨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經濟成長率 是比其他的三小龍都還要好 但是數位建設的步調 從國際評比來講是其他三小龍比較慢的 所以在未來的三年四年 變成數位轉型跟數位建設 變成是重中之重 所以為什麼在軌道建設的部分是 如實來編列他的預算 那而且三十八項當時定立下來的這個相關的計劃 也還持續的在吹動當中 只是這個預算的編列呢 要看他的進度而編列 那現在未來的四年裡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數位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在數位的建設上面 我們的經費是有所增加 就是在這個道理 所以本期瞭解 其實現在面對整個全球化的競爭 事實上當然我們自己 內部的前瞻 叫名副寢視前瞻 當然就是要超前部署 這相當的重要 軌道之外當然其他數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我們來看一下 從昨天開始 因為預算 有重新的一些 排比比重 有調整 所以說我們看到 其實新北市的洪孟凱委員也就說了 是不是藍營執政 所以現在在第二期就被砍檢辦了 新一份委員呢他的彰化 他也說啊這個是不是因為 是藍營 所以叫懲罰藍營 所以現在到底是因為 分藍綠還是分執行綠 龔主委回答之外 我想主席也有請一下 就是我們交通部長 林部長 來林部長 向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在第一期的時候 編的是三十八項的軌道建設 但是後續滾動性的減少 到第二期的時候 尤其前面兩年那兩年裡面 事實上滾動檢討增加的部分 比如說整個台北的南環跟北環 還有這個萬大線延伸到北線的部分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新北的 所以沒有所謂的難歷問題 就是有需要他的急迫性存在 而且 他的積極性也存在的情況是下 就是他比較積極去協調地方事務 可以協調好 讓這個進度比較快 那我們就會何時編列 你如果說 感覺上好像計畫就掛在那邊 然後也沒有 比如說執行綠林 比如說高鐵的彰化站 現在目前持續性零 高雄都會區的大眾捷運系統也是 他也沒有辦法用啊 因為他 他的綜合規劃是沒有通過的 沒有通過你就不可能去實行工 工程的預算 因為本席所謂部分區的委員啦 對我來講 全國的民眾的福利是最重要的 一個國家整體能夠發展 讓全球 甚至於全世界看到台灣的超前部份 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要來救教 這個林部長的原因 是因為 本新媒體來的 所以非常喜歡去翻閱過去的媒體的報導 比如說又有一份 2017年5月10號的時候 當時是由 好龍斌批說 中南部不需要軌道建設 當時陳菊還回嗆說 真是保漢不知惡漢基 而當時在這樣的一個記者會當中 當時的林部長 您還在台中市當市長 那麼如果說就剛剛這個 龔主委所回應的 現在到底 我們的這個軌道建設 有沒有分藍綠呢 如果說台中市現任的 盧秀燕的市長的 交通局長都說他們 自信滿滿可以做得到 那其他縣市做不到 到底是人的問題 還是心裡有問題 還是不願意好好去執行呢 我們交通部齁 其實 因為大部分的軌道是地方要 提出可行性研究 那在送審 那其實 現在問題比較主要發生在地方政府 我們反而積極的去協助 包括去預審制 避免說來來回回很多趟 所以以台中市來講 其實捷運藍線是因為新的市長 又有不同想法 然後這個甚至有些 本來是高價要變成地下 然後又廠站又很多變化 所以連送到國發交通部齁 來審齁 綜合計畫都 規劃都還沒有辦法送上來啦 那你看以這個 其實雙北還是 我們這一次前瞻預算裡面 其實增加好幾個項目 就是在所謂2.0 是之前沒有的 先前因為 說實在就是說 久都沒有辦法讓中南部有軌道建設 一開始大家掛號很多啦 可是還是按程序來很嚴謹 那我們去協助他們 比如以彰化來講 彰化的這一個 整個鐵路跟捷運的延伸 都是我們去協助他 不然的話進度會更慢 那以新竹市來講 也是他的大車站大平台 特別是我想 比較延後的是設計到高雄市 他的捷運路網 那預算就佔得很大 那我們也必須要如實的 來編列 那我們會在程序上再加速 也會協助 所以我想要救救兩位的就是說 那現在到底 不論是這個藍營執政的縣市 或是藍營的委員 到底他們是要預算還是不要預算 因為感覺上他們現在很想要 然後也在質疑 但是在編列的部分 在地方的部分 他又不動作 如果只是留在空想 沒有實際執行的時候 錢也不能下去 我們是要好好的監督嘛 所以面對兩位 這個一位是國發會的主委 一位是交通部的部長 主管軌道的 到底現在應該要怎麼辦 怎麼做 計畫它已經大的方向是怎樣 我們也希望儘量的 中央跟地方共同來努力 把原來規劃好的事情 我們盡力來把它達成 我再說明一下 其實所謂前瞻2.0 唯一有影響的 就是屏東的這個東港線 因為那現在 整個高鐵 還有台鐵的電氣化 雙軌化環島化 以及高雄捷運路網延伸到屏東 都在進行中 所以當時有掛號的這個 所謂的東港 這個縣的問題 那當然那個就先暫緩 其他都沒有變化 只是它那個進度 我們會按照 其實行政程序要完成以外 很多他們地方要去努力 解決用地的取得 那如果在執行率偏激 如果只是到執行率0的狀況的時候 中央跟地方可以要怎麼樣的合作 如果說就是不編下去 就是不動作 我們也一定要嚴格把關嘛 該怎麼辦 我是覺得不能夠浮爛 我們有個目標希望說 用前瞻軌道來讓我們 南北的均衡發展 可是你每個個案還是要很嚴格的審 那我們現在就是去幫忙他們 說實在有點撈過戒啦 大部分都是縣市政府啦 他們自己要完善這個過程 那沒有 我們比他還急耶 我去年以來六個縣市 我們幫忙他們把 這個鐵路立體化的案子走完 可行性評估喔 那有些審查已經過 有些還在審 這裡面從宜蘭 桃園 新竹 彰化 到這個嘉義 還有包括台南等 所以 我們是事實上是希望透過前瞻來 有一個國土的均衡發展 好 本席希望的就是說 畢竟八千四百多億是一筆 非常大的預算 也是人民的納稅錢 我們還是希望他能夠執行率 能夠達標之外也要用在該用的地方 謝謝 是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林委員 好 我們現在休息直問中 然後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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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